ROOFLY 6 ROOFLY 6 在這邊已經開賣了 可以感覺預料到 如果下雨穿這張跑應該是蠻重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NNN 我們又回到了東京黃區 已經大概有一年左右沒有回到這邊 回到這邊還是好漂亮喔 OK嘞 等於這些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手上這張 我們這趟來東京 看到最新上的 Nike ZOOMFLY 6 在這邊已經開賣了 所以我就直接給他買了一雙 這雙日本定價是18700元 大約是3900台幣 在台灣的官網售價是4000元 今天我們就來快速跑鞋大亂鬥一下 究竟這雙ZOOMFLY 6的腳感如何 我們就來開箱給大家看 真的是剛買的 你看 標籤都還沒吃 還是寫日文的喔 我現在目前還是零距離的 跑量零的這個新鞋狀態 第一眼其實ZOOMFLY 6 它的外觀改款跟上一代差很多 因為上一代的設計跟這雙 看起來不太像是它的下一代 我反而覺得ZOOMFLY 6很像是 迷你版的ALPHA FLY 3 就是有那種很像碳板跑鞋 而且後跟是有這種往上歇銷的 然後中底這邊也有露出一個 看得到碳板位置的這種設計 它其實整體的設計語言 更像是ALPHA 3 MINI的感覺 那穿起來的腳感呢 我第一腳上腳 其實是舒適的腳感耶 而且它的穩定性啊 你不會覺得有很不穩的感覺 因為其實以往高的鞋子 你可能會覺得擔心它的中底 會不會有比較軟的情況 但我覺得它現在踩起來的感覺 是很舒適的 那相比我們之前開箱的那雙 小飛馬PLUS 它腳感上啊跟這雙的定位 我個人覺得有點點不太一樣 這雙跑鞋呢 還是可以感覺到 裡面有碳板的這個加持 讓它感受上 會比較有推進感一點點 那我們之前開箱的那雙 小飛馬PLUS呢 整體的腳感穿起來 是比較偏軟Q的 但它沒有那種彈性 要一直推著你往前的那種感受 所以相對起來 這雙蹲5-6 可能更適合在訓練當中來使用 OK 那我們就先來去試跑一下 體驗一下這個跑起來的腳感如何 OK 我先去跑 待會見 好 我們剛剛大概穿的這雙ZoomFly 6 跑了幾趟 5分速 4分速還有一些加速跑 大概像間歇的配速 必須講我第一印象給ZoomFly 6的評分 我覺得是蠻高的 大概可以到78分到80分左右 那為什麼可以給它這個分數 我們來好好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它 這雙鞋有一個特色 它的鞋高呢 它的長跟差一樣是8mm 可是它的鞋高是有42厘米 就是42 4.2公分 其實是超過填鞋的規定 就是你要參加比賽的話 穿裝跑鞋其實是不合法的 它是超高那個標準 那其實一般人沒有差嘛 在訓練的時候 比較高的跑鞋 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緩震跟舒適性 那在訓練的這個感受上 腳感我覺得是比較真實 舒服的 所以這個是它的第一個特色 那第二個呢 它的中底下面 其實是有夾著一塊這個Fly Plate 它的這個碳板的感受呢 其實沒有到Alpha 3這麼暴力 但它其實也是有一定推進力 你看我很大力折 還是可以一定點折得動 當然相比於Alpha 3 是完全拗不太動的情況下 這雙跑鞋的暴力程度 如果Alpha 3是有到10分的話 這雙可能大概它的7成到6成左右 所以推進感受來說 像剛跑5分整到6分整之間 你還是會覺得這雙跑鞋 可以持續帶給你還不錯的感受推進效果 那再來是它的抓地表現 它的這個大底呢 其實是跟我們之前看到的 小飛馬系列沒有太大的差異 就是一樣是這種顆粒型的大底 那它橡膠呢 只有在前後這邊有加 中底這一塊呢 跟Alpha 3 Vaporfly都一樣 是直接用Zoom X外露的這個狀態 所以有可能跑久了這邊啊 如果你的落地的步態沒那麼正確 有可能這邊會可能磨損比較嚴重一點點 那橡膠就只有前後這邊做一些加後 但是跑起來的感受啊 抓地感受上 我覺得其實是很不錯的 它不會有那種 好像抓不太到地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來近看一下 這些鞋的幾個特色 我選的這雙是有點像它最近先推出 Alpha 3那個紫色的色系 這雙跑鞋我看了一些歐美的鞋側評價說 大部分大家會Argue的就是它的上一代 Zoom Fly 5 一樣是用像之前的這個 Turbo 是用回收的這個Zoom X 所以它的泡棉的這個回彈係數 是相比前幾代可能讓大家比較詬病 但我覺得換了Zoom Fly 6之後 它的這個Zoom X泡棉 踩起來的Q彈感受 我覺得真的是很不錯的 但實際按壓上啊 你還是會覺得它其實這個Zoom X 跟Alpha 3的感覺上啦 是不太一樣的泡棉 雖然說都一樣叫Zoom X 但是按起來 你知道這個會感覺比較韌 然後比較耐穿一點 但相比Alpha 3來說 Alpha 3其實是比較Q彈一點點 你會覺得那種鞋按起來 欸真的很Q軟 然後彈性很好 可是感覺耐穿性 Zoom Fly 6 還是稍微高一個級別的 後跟的位置啊 可以看到這張其實包覆性是效果比較好 它的這個填充的這個海綿呢 一整圈都是牢牢的可以包住後腳跟 實際上稍微加速跑比較快的情況 也不太會有那種掉跟的感覺出現 那鞋面部分呢 這次它是採用雙層的 外面呢比較像是工程網布 裡面其實還是織網的這種設計 其實它整體貼合的腳感 我覺得舒適性蠻高的 但是這種鞋面我唯要擔心的 就是下雨的情況 有可能它裡面的那層編織網布 會是比較吸水的這種情況出現 那這個當然就它下雨跑步的時候才知道 但可以感覺預料到 如果下雨穿這張跑應該是蠻重的 因為這個海綿體 吸很 不是海綿體啦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後跟包覆的地方 其實是蠻容易吸水的 整體來講 它的舒適性來說 我覺得是真的蠻高分 那重量表現 它自己相比它的上一代Zone 5 官方是宣稱少了10% 這張跑鞋 大約的重量在210到220克之間 算是我覺得很輕的一個訓練鞋款 那實際在整雙鞋的定價呢 我覺得也算是蠻好入手的啊 這雙鞋在台灣定價是4000元嘛 在我們日本買大概是3900元 台幣左右的定價 那以這個入手的價位來說 我覺得它也算是補足了 Nike他們家 原本的一個漏洞 就原本最上面 Alpha 3 Vaporfly 3 再來往下 好像就是 不知道要選誰你知道嗎 雖然官方有5000多塊的 Invisible 或是Infinity 但是這兩雙跑鞋的感受 不知道也就是說不出來 它比較像是緩正型 舒適型 但你要跑快或跑一些長距離好像 重量保險又不太優勢 但這雙ZoomFly 6 我覺得就完全補足了這個缺口 那往下呢 還有小飛馬可以選擇 那總結來說 我覺得ZoomFly 6呢 其實算是補足了Nike自家 在中階鞋款的不足 但是這次的定價 我覺得也非常有競爭力 如果要我重新排序啊 就是你在 呃 適合區間啊 我覺得這雙跑鞋 好像更適合相比於我們前陣子 介紹的這個小飛馬 Plus 因為我覺得它的定位啊 如果你覺得小飛馬對你來說 比較舒服 但是推進表現有限的話 我覺得ZoomFly 6 是一個還蠻好的選擇 重點是它的定價才4000元 其實它的入手門檻來說 我覺得算是比較友善的 那它又可以補足說 你到Vaporfly Alphafly 可能覺得太暴力的話 那這雙跑鞋 其實是蠻適合定位區間 以它的駕馭區間的話 我認為如果你是半馬跑者 大概在105分到兩個小時之間 它是可以拿來當作你平常的訓練跑鞋 或是比較快的節奏跑跑鞋 那如果你想要再更推進一點點 例如說你跑105分 均速是5分者內的話 或許它已經可以幫上蠻多忙 但如果想駕馭更高程度 應該是可以駕馭的 但如果你平常的半馬配速 可能在兩個小時以外到兩個半小時之間 那或許這雙跑鞋 已經可以拿來當作你的比賽鞋 在日常訓練當中 它也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推進效果 所以我覺得它 如果在一週當中 你平常的慢跑啊 或是節奏跑 它應該是蠻適合升任的角色 但如果你要拿它來做一些間歇訓練 它的高度啊 在田徑場我覺得跑起來可能會稍微 沒那麼好駕馭 但跑在這種博弱路上 是完全沒問題的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高度 它其實是沒有符合田徑比賽的這個 高度限制的規定 那如果說你是一般不會上台的跑者 我覺得穿這個跑鞋去穿賽 應該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好啦我是你的家長的之外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在皇居開箱的這雙最新的Zoom Flight 又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回去台灣之後 我們會把它跟亞瑟斯的Magic Speed 4代 還有其他接近同規格的像HOKA的馬赫X2 來做一個橫向的對比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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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見